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元神 萌新道高手,妖妖简明攻略 很多玩家对她的技能,配装,配对,命座还不是了解 所以请您给我8分钟时间,讲清楚的请单击点赞 没讲清楚请双击点彩 话不多说,羊羊的技能可以用三计划来概括 羊羊扔兔子,兔子扔萝卜 萝卜发挥所有功能 所以我们只需要沿着这三点讲,就完全了解羊羊的技能机制了 好,我们就先来看怎么扔兔子 一短按会从竹篓向面前丢一只兔子 长按则会向指定方向丢出一只兔子 Q技能释放后,羊羊身后的竹篓会每秒向下掉一只兔子 一共掉三只 扔兔子的机制很简单吧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兔子是怎么扔萝卜的 不论这只兔子是E来的还是Q来的 它的锁定机制都遵循相同的优先级顺序 最优先扔的是血量低于70%的场上角色 请注意这里是场上角色 当这种目标不存在时 第二优先扔的就是所有的怪物 前两者都不存在的情况下 第三优先扔的是血量在70%到100%之间的场上角色 如果第三种目标都不存在 兔子将随即扔萝卜 所以您看这种情况下它会执行第二优先级 向厂商的所有怪物随机抛制萝卜 虽然EQ的兔子锁定方式相同 但是它们投资萝卜的数量是不同的 一技能产生的兔子一秒扔一个萝卜 一共扔10个 修技能的第一个兔子扔4个 第二个扔3个 第三个扔2个 也是一秒一个 一共9个 特别一提 开大之后的摇摇也会变成一只兔子 跑挑的过程一共能产生6到7个萝卜 锁定方式与其他兔子基本相同 区别在于第四点 没有目标的时候会向面前扔萝卜 最后我们看看萝卜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兔兔扔出去的萝卜 别管是在空中还是在地上 只要碰到角色或者怪物就会立刻爆炸 没碰到的话 5秒后也会自然爆炸 爆炸会产生一个以萝卜为中心 半径两个身位左右的圆柱 是这个爆炸发挥了摇摇 奶挂草伤害铲球四大作用 我们从铲球这个作用说起 只有1的兔子丢的萝卜打到敌人 才会最多产生5颗草元素威力 然后我们说伤害这个作用 萝卜都丢出去 期望伤害也只有2万多 我们几乎可以忽略掉 紧接着我们看挂草这个作用 1的兔子丢的萝卜可以挂40草 来 Q的兔子刷上羊羊本身的话 丢出的萝卜最多挂6次草 它的挂草效率和科莱草主是一个档位的 勉强使人满意吧 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奶的作用 我们只需按照单次奶量 奶的间隔 食封覆盖率 接4点来分析就轻而易举了 先说异兔子的萝卜 单次奶量一次1000多 奶的间隔1秒一次 时间覆盖率就是10个萝卜10秒 补充一点羊羊的固有天赋 无论EQ产生的萝卜 从第二个开始到最后一个结束后5秒 有单次300 1秒一次的小奶 我们把这个忽略 回过头来讨论E的空间覆盖率 就是爆炸这两个身位的范围 并且只能够奶场上角色 Q兔子中的萝卜 单次奶量会高300左右 奶的间隔更大 5秒16次 它的时间覆盖率 就是开大期间的5秒 特别注意 开大期间羊羊提前退场 兔子会立即消失 这些萝卜会转化为EQ 所产生萝卜的属性 触碰它可以奶场上角色 这点没啥用 您只需要了解到E是脱手的 Q不是脱手的机客 好 空间覆盖率更值得您注意 Q产生的萝卜爆炸时 它所奶的范围是队伍附近的角色 大概有半个副本这么大 不再是萝卜爆炸的范围了哦 除此之外 它不仅能够拿来场上角色 还能够拿来场下角色 稍微计算可以发现 EQ的单轮总奶量是差不多的 我们用四个词来赖口义奶的特点 绵延 长轴 近身 前台 而Q奶的特点 爆发 短轴 远程 全队 没问题吧 以身的东西都不用记 您跟稍微的思路 配装分析是找到这些词条和这些作用 一一对应的关系 然后通过调配使瑶的作用最大化 但需注意 Q不仅有作用 还有战场无秒的代价 在这些作用中 所有Q的作用都是吃充能的 所有吨奶都是吃生命的 所有的伤害都是吃双爆炒伤 精通和攻击的 剩下两个作用的意义 都与这些词条没关系了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词条与作用的对应关系 而要想使瑶瑶作用最大化 我们应该手抓决定主要矛盾 也就是奶的这些词条 因此在我的判断中 生命和充能是大于其他词条的 那么生命和充能何者更重要呢 哎 他主要就是看 您的队伍中 一盒Q拿中奶对您更重要 举个例子 艾尔海森瑶瑶的倪战放队 因为草原河的爆炸会给场上角色 不断的造成一两千的伤害 所以这里需要 绵延长走的前台奶 又因为战场的艾尔海森是个近战角色 所以近身奶是可以满足他的 因此在这个队伍中 我会更倾向于堆叠生命 除非是在面对流血狗的环境 我愿意以遥遥五秒战场为代价 换得爆发短轴远程的全队胆 之所以这么分析的意义就在于 您认为哪个作用最重要 您就优先堆叠打个词条 这样就可以灵活配装了 所以武器首选生命最多的黑鹰枪 充能最多的西风长枪 次选用生命换一点爆伤攻击的低筋护膜 用充能换一点精通的洗多月 按照这个思路我就不再赘述了 摄影物主持条 生命或者充能杀漏 生命杯 治疗头 套装是以这对为例测算的 首推带来伤害最多的草套 但前提是您的队伍中得有一个草塞 二少女二海森 单轮奶量是最高的 但其实套装差距真不大 2加2吃闪剑都可以 如果您觉得思路很清晰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投币吗 谢谢您 摇摇的配队是典型的 拿着功能去找队友的巴普洛夫分析法 拿着奶的作用 我们可能找的是这些主C 能够利用摇摇挂草 打激化 绽放 燃烧的 就剩下这些角色 伤害这个作用太微不足道了 我们就不考虑了 进一步筛选 需要摇摇脱手艺 给厂商角色喂草球的 就剩下这两个草塞了 所以越往下 摇摇这个格子的利用率就越高 但不代表上面的那些配队不合理 比如您看这个公子列战放队 它既非摇摇的最佳配队 也非公子的最佳配队 但它可以是您的好感最佳配队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配队呢 答案是 好也不好 作为零面完全体 芽芽的命座提升其实是很小的 一面给厂商角色15%草伤 和每5秒不到一次重击的体力 二面开大后 可以给自己回复15点左右的能量 说白的是增强 奶 挂草和伤害三种能力 四面最多给自己加120点精通 实际上是提高自己的伤害能力 六面是 疫情能会额外投出两个大萝卜 这两个萝卜的奶量会翻一倍多 并且它们的爆炸范围也大约翻了一倍 总结一下真正提高芽芽奶的能力的 就二面和六面 这又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